大家好,这个视频教大家编一款八果编的曼陀罗结手绳 准备好四根线,每根长110厘米 这四根线对折找到中间位置 中间位置向左移一点 我们在这个地方这样油里往外推 油外往里也可以按 只要一直不变方向就行 推到它拧起来之后 我们这里再推一点 好了,这里一厘米左右就可以 我们打两个舌节把它固定住 先任意取两根线 打一个圈 再任意取两根线 绕着这一圈 过来穿过第一个线圈 把第一个线圈拉紧 撤出视指 把第二个线圈也拉紧 然后我们把线平均 这里还打一个设设设计 打两个 打一个也可以 我们再取 再任意取四根线 打一个呢 它没有打两个纹 这边拉紧 这边拉紧 好,设计也打好之后 我们把线分成两份 每份它就是四根线 我们先从左边开始 这个线从左边右边都可以 拿最顶边那根线 从右边的 两两之间 穿过回到左边 然后再拿右边 最顶端这一根 从左边的两两之间 穿过回到右边 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这个文字 编八股遍 这样一直编进去 编到合适的长度就可以 这个合适长度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手愿 把八股编的 它编一段 它的形状是这样 我们继续编 编到合适长度 这里呢 大约七八厘米 大家根据自己的 手为情况看啊 没有固定的 我们用一段 CS骨线来做绕线 作为小节绕线 我这个用的是六骨的 CS骨线呢 这样放 大家看手法 然后我们就 开始绕 这个地方要捏几 一圈 两圈 三圈 我们把这里抽掉 抽掉呢 这里是三圈 四圈 五圈 然后我想结尾 六圈 我想结尾了 就把这根线这样折下来 七 八 九 十 这颗CS骨线我取的是长三十五秒 大家根据需要来取线的长度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把它该推紧 推紧 让它没有封锡 该拉紧的拉紧 用剪刀把多余的线进去 然后再处理一下 处理一下之后呢 把线平均分成两份 打一个四五的时间 把一圈 另外一个绕食指一圈 穿过第一个线圈 把第一个线圈拉紧 撤住食指 再把第二个线圈拉紧 好 这个设计 结局就打好了 打好之后呢 我们把它拉紧 可以调整一下 一根一根的拉 拉紧之后呢 这个线就是一边一半 我们一边绕一段线 绕好线之后 再来一边 这是绕线绕好的样子 我这里呢 用了两种线 绕了十厘米长 每根十厘米长 然后我们开始 做曼陀螺结 先用一根线 随便用一根都可以 这样打一个圈 从这里穿进来 我们穿进来之后呢 这里再穿一道 调整一下 调整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线 从这里穿进来 就是我们要穿 然后再要挡两个圈 我们先给它这样放着 然后另外这一个呢 是这样子 从这里穿 从上往下 穿进来 穿进来之后 从这里穿进去 穿随便去 这里穿进来后呢 我们 还要从这里穿一次 这里穿呢 给它 在这 从这里穿啊 不要就是 不要把这根红线 包含在里面 我们 在这两个的交叉口 这里 过来之后 我们又从这里穿 粘穿 粘穿过去 这里用一下工具 穿进去之后呢 我们调整它 调整到那个 就是两个圈 这里走的有四个圈嘛 四个圈的 线的长度 嗯 都很均匀 就是差不多一样 我们慢慢的调整 调整完之后 这里再打一个舌节 对应的 然后再绕圈 拿一节来绕线 绕同样的 圈数个长度 再编八股编 编到比这个长一点 就可以 另外这边的八股编 也编好后 我们打舌节收尾 打四股线的舌节 只要先打一个圈 我们拧紧另外的线 让我十指 让十指一圈 穿过 这个新圈 拉紧 然后把十指扯出 拉紧另外一个新圈 哪里不停呢 我们要调整一下 我们要在这个上面 再打一个 一把都是大两个舌节 给它有明显的 它是一个节 就是一个 维固的节的那个形状 打好之后 把多余的线 解去 用大火机上 它这一款 曼陀罗节的手绳 就做好了 戴的时候呢 把这里改开就可以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觉得视频内容有用的话 关注点赞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观看视频